大家好,欢迎来到Mate学院 这一讲我们来学习我们Node.js爬虫系列之资讯助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一讲主要的内容是我们讲一个组件叫Super Agent 说到Super Agent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Super Agent里边所包含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这一讲主要是讲一些Super Agent的一些请求的一些基础 这里边说的是Super Agent 那我们不经意要问那什么是Super Agent Super Agent呢 它其实是Node.js里边一个非常方便的这样一个客户请求的一个带领国块 Super Agent呢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渐进式的一个RGX的API 它学习的曲线非常低 并且它是依赖于Node.js原生的这样一种API的请求 那我们都知道在Node.js原生的一些API的一个请求 比如说我们做HTTP去下载一个 作为一个数据的一个请求 去下载一些数据 那么Super Agent呢 那就是基于它原生的这样一个API的这样一个封装 OK 那我们呢可以去看一下Super Agent里边所包含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这里边呢 是Super Agent这样一个官方文档 这应该说是应该是原文文档吧 这原文文档呢 它里边全是英文的 那Super Agent 那Super Agent里边 那Super Agent到底能做什么东西呢 那Super Agent它是可以去向我们的服务器端发送一些请求的 就像我们做HTTP请求 无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做一个网络的一个请求 那么我们其实遵循的都是通过HTTP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去请求 那么说到HTTP这一个请求的话 那我们肯定要想到 那我们既然是做一个模拟型的这样一个请求 注意它是一个模拟的这样一个HTTP这样一种请求 那我们都知道HTTP请求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分有很多种的方式 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已经对所有的这样一些内容来做了一些 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列出 那我们还有一个文档呢 是它的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的这样一个文档 这个中文的文档呢 它来源于CN Cload这样一个 这里边呢其实是对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文档的这样一个翻译 那么我这里边的课件呢 我们基本上也是对这里边内容来进行了这样一个 整理 OK 那我们呢就不完全去看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相信大家呢 到时候根据我课件里边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地址 自己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再全面的去再看一看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就根据我所理出来的这些内容呢 进行一个学习 OK 那我们Superagent的请求基础里边呢 我们分五块 那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式 请求方式 那我们在Superagent当中啊 他的一个请求啊 我们都知道请求里边它是分很多种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会 平常我们会看到呢 get请求 post请求 put delete 这样一些请求 那么 这里边的请求呢 其实tumblin的情况下啊 其实它是用我们的get请求 get请求 那我们get请求的话 其实我们通常会看到 哎 以一个问号这种形式啊 比如说我们啊 经常会看到的一些请求啊 就是以这种问号 add符号 然后拼接起来的这样一个 key value的这样一种类型 这就是一个get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post的一个请求 put的请求 还有denay的请求 ok 那我们的请求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样一个原生态的这样一个语法 啊 语法的一个原型呢 就是request啊 注意一下 这个request其实说 其实它是一个superagent这样一个实例啊 注意一下 它是superagent这样一个实例去发起的 那待会儿呢 我在详细的代码当中呢 给大家说怎么去调用的问题 ok 那它第一 这里边呢 有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 请求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我们可以用get,post,put,delete 然后呢 我们是请求了一个url ok 那因为它是一个 eboot的这样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我这个请求发起以后 我最后呢 其实是在end的方法里边 做一个回调 就是我请求完了之后 服务器的响应回来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呢 获取到服务器 返回的一些响应的一些数据 我再通过返回的数据呢 再去去回调 做一个回调 所以呢 这个callback呢 就是我们回调的这样一个方法 ok 那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看到哈 在这个get里边呢 我给大家也做了这样一个内容 这样一个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callback 其实callback这个函数里边呢 其实是带有两个参数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error 第二个的话 就是res 就是response 响应 那么这里边呢 error 大家和 还有这个res request 这样一个缩写 大家看到这两个单词呢 大家应该会很明白 这两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那err呢 这个就说 它如果是请求 如果是有错误的话呢 那的消息呢 错误的内容呢 就包含在这个error 这个对象里边 注意它是一个对象 那么如果它是正 就是它没有错误的话 那么它响应的一些内容的话呢 就在我们res 这样一个类型里边 这一个对象里边 这个对象里边 OK 那具体对象里边 具体如何去解析 那我们会在这个 响应属性里边 我们来讲到它 OK 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请求方式的 这样相关一些内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个 对于这几个请求的话呢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那相对来说 用的比较多一点的呢 就是get post 这两个 用的相对来说要多一点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get 和post 还有其他port delete 这几种方法呢 我们其实都 肯定有朋友就想问一下 你这里边是 我们是请求的类型 我们确定的 然后我们的参数 我们的url呢 那这个是确定的 那我们的参数呢 如何去设定 我们的一些参数 包括呢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请求 比如说我们要上传一个文件 对吧 我们上传文件 我们拿foam表单来讲 如果我们foam表单里边 是上传 去提交一个文件 和我们去提交一个 平常这样 就是一些 qy的这样一些内容的话呢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要设置它的那个content type content type呢 大家看一下 这几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呢 就是application json 就是我们以剑指段这种方式呢 进行一个提交 这里边呢 其实用的也是非常多的 第二个呢 就是表单的提交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 我直接就是 其实它和第一种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就是也是一个json的方式啊 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我上传一个文件 对吧 ok 我提交一个文件 有文件偏激这种 那么xml 大家都知道xml呢 就是也是一种数据 应该说是一种数据格式啊 json也是一种数据格式 也就是说 其实content type呢 其实设置了我们的这样一种 我们最终在提交的时候 它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格式 或者是一种传输的一种类型啊 我们用阶层的格式啊 这种类型去提交 还是用form表单这种提交 还是提交一个阶层 或者是一个图片的 或者一个xml 还有其他的啊 这儿呢 我就念了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啊 ok 那么它在post的时候 注意啊 我们看一下 对比的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呢 request它是get 一个然后一个地址 对不对 ok 它这个地方呢 其实用post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get呢 我们通过上面这个圆形啊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get,post,put,delete都可以 那么紧接着这里边的参数呢 它是一个地址 那么然后呢 它可以去设置我们的这样一个content type 然后啊 是什么一种格式 注意一下 在这里边呢 它有两种等同的这样一种写法 这两种等同的写法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post了一些type application 和accept application 这三种啊 就是一模一样的 ok 大家呢 在 这是一种 作为一种基础语法啊 大家去 去记住一下 用到的时候呢 去把它给copy过来 然后呢 把它加进去 要知道这里边 是包含的一个意思 这里边呢 我们已经设定到了 我们传输的这样一种啊 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格式啊 我们一种方式以后呢 那我们肯定就要 既然我们上面提到了 有四种方法啊 请求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在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就要用 去设置它的一些 参数一些设置 对吧 ok 那既然参数设置的话 那你不针对于不同的 这样一些 请求的话 那它的参数呢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一些差别 那么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 get和post啊 我这两个来说一下 啊 这个一展开呢 大家不要被吓到了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 我先 我先 啊 这样 这样吧 别别 大家吓着了啊 首先呢 get里边 啊 作为get的话呢 它里边所有的参数呢 啊 参数就是用那个 curry 它用curry来进行一个设置 你看我们用set啊 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呢 set keyvalue 对吧 那curry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这里边呢 用了好几种 注意我们看第一种方法 我们首先是一个get啊 一种方式 那到一个地址 那我们不说了 我们关键是看这几个curry 啊 这几种写法 一个是curry呢 它第一种写法呢 就是我这里边呢 是传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其实就是一个keyvalue的 这样一个 啊 这是第一个 curry里边 是放一个keyvalue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种里边呢 我们可以给它 注明一下啊 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 应该是curry 这里边呢 是一个keyvalue 这样一种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注意 我这个地方呢 特别要注明一下 我这里边的这个keyvalue啊 keyvalue 这个keyvalue 其实我们和下面来对比一下啊 其实呢 它这里边其实是一 我们看到其实里边都是一个对象 只是这里边呢 keyvalue它是一组 对不对 我只设定了一组 OK 那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对不对 那这是一组 对不对 那OK 那我们这里边呢 它可以设定为 多组 这里边所看到的keyvalue啊 这是一种多组 所以呢 这个也是很简单的 这一种呢 应该说是我们见的 经常会见到的 我这里边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字母串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边其实我们经常会写一个 什么http啊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 用之前的这个吧 就是我们c load.org 然后呢 它这里边是 比如我们经常会写的这个 就是一个tag 等于all it 这是我们第一讲里边也看到的 page 然后等于1 大家会看到这样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的话呢 我们把 它要请求的这样一个 其实这个地方 注意啊 它是一个问号 其实它要请求的第一个呢 其实 你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那个 就是我们get的地方呢 它这里边应该设置的是什么呢 肯定就设置我们这一个内容 对不对 OK 这是它的get 那我们后边的一个写法的话 那一样的 那就是curie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边要写的内容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串 注意一下 其实它就是把问号那一块 给干掉了 不要了 就这样一种写法 大家会看到其实是很简单的 这样一种写法 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用 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比如刚才的那种就是 .curie 那我们这里边写法也比较多 注意一下 它其实首先是一个括号 然后里边装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用是tag 然后呢 它这里边写个冒号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写个 当然这是一种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 因为它这里边是一组 或者是多组 对不对 OK 那我这里边一样的可以写 配记 因为这里边 大家都知道object 它这里边要么是字符串 要么也可以是数字的 不论类型的也都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在一起 就是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写法 我给大家说一下 那就是这种 curie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配记 这是一 这样一种写法 也是可以的 这应该是方法二哈 这是方法一 那这里边呢 方法三 其实大家会看到 其实应该是很简单的哈 那么后边我就 不在这多写 那我再给大家 可以看一看 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 这样一种方法 方法二哈 这个地方哈 就是同同理的 只是两个 query 当然呢 它还有一种写法 我们刚才是用这种 啊 keyvalue啊 冒号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方法 当然它也可以直接写等号 啊 甚至呢 直接写一个全路径 直接写一个全路径 就是我们这儿看到的这种 也是可以的 啊 所以这里边 大家看一下 123455种哈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OK 这就是get里边 然后我们看一下post 其实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把get里边的这个 query 换成send的话 会是 啊 我们猜测一下哈 我post会不会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可以对比的看一下 其实get和post 它里边 里边所对应的上述这五种方案 那我们在post里边呢 其实和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我们把这个query 换成了另外一个关键的send 就我们是post的时候 我们是send这样一种哈 然后呢 query里边呢 我们都是用问号哈 这种是参数查询 这样一种方式传回去的 OK 那么我们说到这样一种 我们里边呢 在整个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内容 没有设证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continent type 因为在阶层 因为阶层是最为通常使用的 所以呢 整个系统呢 它是以continent type默认的 就是这个application阶层 所以大家也看到 我们这里边 其实在写的过程中呢 其实都是遵循一个application 阶层阶层这样一种格式 在进行一个书写 所以呢 在我们的post里边 除了上述的这样几种方法 都是可以用的 只是把关键字给换一下 以外 大家会记住这样一点 就是我们呢 如果是application阶层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 用这种方式和这种方式 是等价的 就是说 因为它是默认的 我们可以不用去写它 大家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种是默认的 OK 好 那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通过 我们上边所说的这个get和post呢 这两种方法呢 其实我们整个的 应该说我们能够去 实现这样一个内容 这样一个请求 那么 关键是我们请求回来的内容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那么 这是其一哈 第二一个 那我们在整个请求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除了get和post 除了这种方 我们的方法 方式 请求方式 肯定就是我们说的 这上面这几种 那么我们如果要用到一种 类似像嵌套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处理 我们怎么办 那么可能 有同学可能就说 那什么样的是嵌套的呢 那我说一个请求里边 我既有get又有post 可不可能呢 大家可能会想 你一个请求里边 要么get 要么post 你请求方式 你无非就一种 对不对 那我这里边来给大家说了 一种非常特殊的 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这种方式也不叫特殊 其实我们会经常会看到 在哪里边看到会比较多呢 其实 因为在我的工作经历过程当中 其实这里边呢 在PHP里边 用这种方式 其实用的是比较多的 我这个地方呢 就提了一个问题 这个提个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 当我们用send的一个object的方法来发送一个post的这样一个请求 因为我们send的是发送post的请求 对不对 那我们并且希望传递一些查询参数 那就可以调用 gq.curate的方法 那比如我们像这样一个问号 这样一个format等于json 然后呢 目的 dst等于 glogic 其实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们呢 要去请求的这样一个地址 大家看到啊 我们要请求一个地址的话呢 它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址呢 我们给它 复制一下 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个地址呢 大概会像什么样子啊 我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写出来 那可能我是hhttp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点php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有这样一个内容 OK 注意一下啊 这个php 然后下边它是一个format 然后呢 最后呢 它是到达login 我们要去登录 对吧 那登录的时候呢 其实它里边是要 传递两个参数的 那就是我们要传递一个用户名 和一个密码 对不对 我们来传递过去 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跳到这个地址 就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两步的 第一步 那就是我要跳到这个地址 同时呢 我要向这个地址发起一个post 这样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呢 会 我们会post的一些参数过去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做这样的处理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首先呢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在做那个post的时候 然后其实我们相当于在这个post的目录下来 其实我就是到什么什么.pgp这个地方呢 去截止 OK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会发送一个post data 然后呢 再会 就是我们这儿呢 发送一些参数 然后呢 再在我们的 过bike里面去做一些 就是服务器返回的这样一些数据的一些判断和处理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应该说是对上面两种的这样一个中和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查询积物串 大家要记得 它是可以这样去处理 其实我们平常呢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 用到了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用 其实没用到呢 你会觉得 其实我们上面两种其实已经够了 OK 那这种呢 我们作为一个 在这两种基础上来作为一个了解 但是如果用到的话呢 大家应该一定要 就是说要知道 怎么去使用它 OK 那么我们做了上述 几种 这些 我们讲解 那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 你一直在说这个callback作为一个回调 那callback里边的东西怎么样来使用 对不对 OK 那我们这里边就是一个响应 大家会看到我们刚才在get的时候呢 我也说到这个res 叫res的就是response啊 那咱们会看一下response 首先说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response.response的text 其实呢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它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response其实它是个对象在res里边 那么所以呢 它所响应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在这个.text这个里边啊 包含了为解析前的响应的内容 一般只是在mime 就是它这种类型呢 能够是text json arecoding 在这种情况下 说白了啊 这个地方呢 说明了 它是文本形式的啊 或者是字不串类型的 那反馈回来的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边就会包含 包含在就是这个test里边 这个地方呢 这个test呢 就可以把它呢 在load.js的客户端呢 进行使用 OK 那么如果你是想要到文件 或者是图片大的内容一下的话呢 那肯定是要影响性能的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文档的话 我这种 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文本的 就是一个图片来讲的话 那么它反馈回来的呢 应该是一个 把base64这样一个 我们很晓得一个base64的话呢 它所包含了这样一个test 它这个内容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长的一个字符串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base64相关的一些内容 OK 这是它的一个内容 test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header 这个header里边呢 它其实包含了一些header里边所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属性 那我们比如说 它的一些内容的一些长度啊 注意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里边呢 它的剑子对呢 它其实是被那个load.js 全部处理成小写的 就是我们知道continent type 其实我们在浏览器里边 会去看到它的标准的写法式 continent type 是一种驼峰的这样一种标识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 就是说你如果通过浏览器 你去看到它的那个 参数叫continent type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你在header里边呢 就全部要写成小写 OK 这让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呢 然后就continent type continent type呢 它我们刚才在这里边呢 也说过continent type continent type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 自己所设置的一些 类型啊 就是我们 比如说 包括它的一些编码类型 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说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response里边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就是 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响应 大家我们都知道 http呢 在响应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有一些 响应的一些编码的 比如说我们 大家都说 404是什么 可以就是 没找到 对吧 OK 这里边呢 访问的这些内容呢 其实和我们http 请求出来的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详细去说 这一块呢 就是一些http 响应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500呢 这里边其实也没有念完 OK 这里边呢 其实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刚才收到一个500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是被我们的response呢 给封装了 就是我们这个 shuperagent封装了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几个字 这个地方 OK 错误 客户端错误 服务器端错误 服务器端错误 5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客户端错误的话呢 就是4开头的 对不对 那么 如果呢 5的话呢 就是5开头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种写法 到时候通过这种 进行判断 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什么 太高深的一些东西 就是它一些 内置的一些定义而已 所以呢 如果需要做这个 status 这样一些内容的 这样一些 判断和处理的话呢 大家都通过 这个内容呢 进行一个 查找对比 来进行一些 后续的一些 业务逻辑的一些处理 这就是我们这个 superagent的 这些基础的 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 说了这么多 那么我们关键 现在呢 就是我们如何 来去使用的 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 在第一讲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 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对 superagent的 这样一个 综合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不给大家说 这么复杂的 我只给他说呢 我们 非常常用的 这样一个内容 啊 superagent呢 我给大家呢 也去 看一下 superagent呢 我们在里边 在我们的 这个原文件里边 看一下啊 在我们的 这个 素材文件 不是素材文件啊 应该说 是我们的项目 自作啊 项目自作里边 项目自作里边啊 我们其实有 另外一块 一块内容 这个内容里边呢 已经有 我这里边 要写到的 这样一个 这是我们项目 这是一个呢 基础内容的 这样一个内容 那这里边呢 我去给大家 打开这样一个内容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呢 我们会看到 在做这个 请求的时候 我们来 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一块呢 看的时候呢 大家都就 从这个 只看这边前三句 这就是一个 express 这样一个框架 引入进来 这个地方呢 建立一个监听 OK 就是很简单 我关键是要说 这个地方 那么 首先它是一个 get 注意一下 这个get是谁发起的呢 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 appget 大家不要和 下面这个get搞 搞混淆了 这个appget是 我们express当中 这个路由的 这样一种方式 路由 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只需要 看这一块 OK 大家只要看 这一块 我们看这一块 我们先说一下 它首先是get 对不对 我们按我们 这样一个 圆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才也在 这个地方说的 它 就是一个 圆形 它要去 请求一个地址 对不对 那请求的话呢 它可以是get 我们这用的是get 一个url 然后呢 end里边呢 就是一个error 和一个res 我们这个sres呢 就是服务器端的 这样的响应 这个地方 你不要去纠结 这样一个参数 具体叫什么名字 大家只要知道 这个参数呢 这样命名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 为什么这个地方 要用一个s 是因为sres 因为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和这个地方区分 所以我这加了一个s OK 我们就说了一些常规处理的处理 如果你错了的话 那我就return next error 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跳出去了 我们也不会抛出异常 那么rex.tags呢 就存储了网页的html内容 刚才呢 我姐已经给大家说了 OK 那我们呢 就给大家呢 去写这样一个例子 好吧 这个地方写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 我 我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给大家 已经展示了这样 我这个例子呢 我 我是这样想啊 大家呢 其实自己去 去写 写一下 这个例子呢 我已经放到服务器端 大家可以去下载 下载下来 自己去 我们这个网站上面呢 可以去下载到 这一块的内容的话呢 我希望自己 大家呢 自己去弄一下 刚好呢 去把这个框架呢 Express这个框架呢 给把它搭建起来 同时呢 去制造一下 Shopper Agent 这样一个安装 这个Shopper Agent呢 它的这个组件的名称呢 就叫Shopper Agent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如果如何去安装 这个组件的话 我相信 应该说 不需要我多讲了吧 就是npm install 我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 也给大家写一下吧 就是npm 那么我们呢 还是把它给 安装成 我们项目内部的吧 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安装全局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知道 怎么去安装 这个地方呢 用个钢记 把这个 把这个 save呢 改成一个 钢记 这个地方呢 我就 给大家 还是写一下吧 编译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npm 我相信 看我们这个的话 能看我们这个视频 教程的话 应该说 这些内容 应该都不会存 存在什么问题 OK 哇 我这个 就把它拎在这 放这就行了 大家要知道 整个内容呢 我们这个 Super Agent呢 其实 说白了 内容看的是比较多 其实我们真正使用的 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OK 那我们这个 Super Agent的课程呢 基础课程呢 我们就讲了这个地方 那我希望下来啊 大家去把 刚才我说的 这样一个例子呢 去实现一下 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说一下要求啊 就是我们去请求一个网页 然后把网页的内容呢 给打印出来 OK 那我们希望 打印出来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的 就说 我是通过 这样一个内容呢 我们是通过这样 访问一个网页路径 然后去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去把它内容给打印出来 这个地方呢 刚好大家有去把 这个Express 这个框架呢 去给搭建了 OK 那我们后续的课程呢 就基于这个 我们给大家布置的 这个任务 这个框架呢 再做后续的 这样一些分析和学习 OK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结束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的后续课程 好 再见